看看新闻网 男朋友可能有 但是还没有老公 就是对吧 还是没嫁出去 这真的是她很着急的事 那记者当然 也不会放过这个问题 抓到这个智琳姐家 就要问一问这个问题 好 我好怕你问这个问题 我感觉好像在三个月 就会被大家问说 快要到了不获之年 然后我的愿望 就是能够快快乐乐了 开始另外一个不同的 黄金时期花样年华 花样待嫁的女生 看起来很淡定嘛 不过瞧瞧身边 都打扮保守的 同场女嘉宾们 智琳姐姐 因着高差低胸的性感打扮 真的不是说 单身的男生们 快看过来嘛 我那天已经跟朋友讲说 哇如果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要去挂急诊 我觉得大家都比我还急 哎呦哦 明明自己怕过生日 求男友这档子事 还非要一副被大家逼迫找伴侣的感觉 女神你这样洋装淡定真的好吗 没有准备反倒不齐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少见到我 然后就都还是觉得 留在身边好这样 你们比较急 在急什么呢 你们不要急了 好吧 智琳姐姐 卖力死称咱也不能非给女神拆台嘛 只是自己的终身大事 还是得自己上心才行啊 下半点我们目前没有接任何戏剧 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 过生活 女友新的地 但愿女神登午前能找到真爱啊 综合报道 对啊 女神自己都不急 你们急什么呢 是啊 说不定嫁了人之后 就做不了女神了 是呀 也有这个可能 智琳后的这个林智琳呢 确实心里其实可能其实嫁人 但是假装非常干净